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 谈全球中国观察 我是陈向如 今天邀请的来宾是TVBS采访中心 大陆主的主任庄志伟 志伟好 向往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一开始的话 首先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大陆的外长秦刚 好来看一下这个的话 就是秦刚的照片 最近的时候他消失了三个礼拜 上一次最后一次露面的话 是6月25号 现在传出的话 他被卷入了外遇的丑闻 甚至还涉嫌到了间谍案 怎么说呢 这位是凤凰的主持人兼主播 传出他在去年的时候 有飞到了 当时候的话 秦刚他还是大陆的驻美代表 他特地飞到了美国 去进行了专业的采访 但是后来的话 就发现到 两个人现在传出 好像有那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刚提到了 秦刚最后一次露脸的话 是6月25号 那么之后的话 全部通通都由大陆的外事办主任王毅 来带打所有的外交行程 好 那么除了涉嫌的这个男女的绯闻以外的话 这位女主播 他在微博上面还露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个儿子 大家在怀疑是否就是他跟秦刚所生的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有前大陆外交官就说了 秦刚有情妇跟私生子 而情妇呢 因为其他的问题被捕 透露了跟秦刚的关系 因而现在两个人都消失了 想来跟志伟请教一下 对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最有趣的是 他为什么会这么受到外界的瞩目 是因为秦刚真的很厉害 他短短的几年之间呢 他从外交部的发言人到当外交部副部长 然后到美国去当驻美大使 三个月又回来当升这个大陆的外交部部长 然后在去年的大陆全国两会里面 他又升任国务委员 达到了一个复国级的这么高的一个水准 这个速度可以说是搭着火箭升迁的 也因此呢 秦刚一直都被认为是很坚定的习近平的这个勇护者 所以才有办法得到这么快的升迁 他的出事也才会这么样引发关注 那一开始他消失的时候大家说 第一个健康的因素可能是确诊 因为当时比较传出来说是健康因素 所以让他的老长官王毅来帮他代班 但是呢 以现在的这个新冠的确诊的病程来讲 这么这几个礼拜好像又有点太长了 另外又传出说他可能是因为婚外情 但是从过去的几个迹象 以前的案例来看 中国大陆官员这个婚外情 或者是私生活的因素 很难成为他们真正倒台的一个原因 往往会有其他的因素所造成 所以种种的这个不合理之处 才会让大家对于秦刚的趋向 越来越感到疑惑 现在包括传出有间谍的案的 或者是甚至他的可能不是新冠疫情 可能是其他的生病更严重等等 谣言满天飞 那事实上中国大陆其实因为他的一向对于官员的这种 如果是出事的话 他会也是相对于比较不公开的 比如说他的身体的状况 或者说他真的如果是真的 因为一些纪律的问题 他会先由党来要求他 以前叫双规 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说明问题 其实就是党继处分 但是他是可以限制你人身自由的 等他问到一个程度以后 决定是不是要诉诸司法来解决的时候 他才会 那个时候才会有比较公开的资讯 不过因为秦刚的 他的身份实在太重要了 他是外交部部长 所以全世界都会看着这个事情 可能也有认为说 最近应该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没错 而且的话呢 刚刚提前的时候提到了 这个凤凰卫视的女主持人 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秦刚的生日呢 是3月19号 而刚刚好的时候呢 这个女主持人呢 他就在微博上面抱着他的 刚出生没多久的儿子呢 然后在微博上面呢 大声说生日快乐 也让人不免有诸多的联想 来看看下面这一则报道 大陆外长秦刚消失了三周 健康问题 绯闻传言 甚嚣成上 他是凤凰卫视的主持人 傅小田 今年4月 他发布微博 写着上一次登上这架飞机 是从洛杉矶到华盛顿 这一次飞往的目的地 是前方 还晒出了刚满100天的儿子照片 现在港媒和法国广播公司等媒体 纷纷报道 他不仅是双面女间谍 还和秦刚有绯闻 而就在三周前 港媒传出了秦刚可能再度确诊而休养时 前大陆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的老婆就在微博上发文 今天是个好日子 由于昔日 秦刚才上任 赵立坚就失事 赵立坚的老婆发文实际敏感 引发遐想 而大陆外交部至今始终没有特别说明 秦刚消失的具体原因 大陆外事办主任王毅 在印尼雅加达参加东盟外长会议 和印度外长苏杰生会面 和泰国副总理兼外长 敦巴木为难握手 中泰两国就双边关系 和缅甸问题交换意见 接着又和韩国的外长蒲正握手 中韩针对了牧林友好政策 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影响进行沟通 王毅出席东亚峰会外长会时就说 东亚峰会应该维护好本地区 得来不宜的和平稳定局面 灵起劳灶并不可取 带帮结伙不得人心 不如插足东亚更无道理 秦刚消失的这段期间 重大的外交事物都有网易代打 TVB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的话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就是微博这话题到网民在聊什么 这个有点尴尬 那就是在一个微信的网页上面 大家不是都会传微信吗 就好像台湾传line一样 他不小心错框了 这个的话他的署名是省政府办公厅 来看一下他在300个人的群组里面发了什么 他说第一条先发 你老公出门了吗 第二条再发 等一下我去你家 第三条说穿丝袜等我 哇这304个人全部通通都看见了 好下面有一个人就说 就at他说你发错地方了吧 然后他就马上说 这个因为他的微信遭到了病毒入侵 所以账号被盗 这是恶意的这个突发 当然也有专家就表示说 工作群发不雅的讯息 入侵病毒入侵的可能性有一点小 这个逻辑上不太通 对因为他一开始说是病毒入侵 然后这个大家就觉得 人家病毒你要生产一支病毒出来 也要花不少的钱吧 所以这些病毒入侵 一般都是拿来作为这个 包括窃取机密 或者是相关的公司之间的斗争 不会为了你一个人而去 为了发一个丝袜的讯息来害你 那后来他就好像是 他在对警方报案的时候就改口说 他是被盗了账号 而且根据当地警方通报的讯息是 他在当时的10点2分 10点3分跟10点7分 这个5分钟之内 在三个不同的工作群组发了类似的讯息 那这个就现在当然还不太清楚 可是大部分的人都还是觉得说 你还是坦白从宽吧 你再这样一个谎言 接着一个谎言下去的话 可能还不如你直接道歉会好一点 真的这个错框才太尴尬了 再来看一下知乎的热话题 大陆网民聊什么 来看一下6月份的时候呢 大陆的商品房的数据 有二手房的价格 来看一下上海深圳北京跟广州呢 都是小跌的哦 那么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松动了 而影响到了全大陆的房地产的市场信心 那么众所周知 其实啊大陆房地产的GDP 大陆房地产占GDP25% 其实占比蛮高的 所以房地产如果有松动 对大陆的经济的影响呢 其实房地产因为它各地方政府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 都是靠卖地来赚钱 成为他们的地方政府最主要收入 然后这些建商拿到地以后 盖一盖把它卖掉 钱还没收回来 它就已经又再去贷款盖下一栋建筑物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它是处于一个高杠杆的状态 所以一旦房价跌下来的话 它会影响到冲击各个层面 尤其是冲击这些买房的人 像很多人可能我一百万买的房子 我已经付了九十几万的贷款 结果当房子的价格低于 我的原本的贷款的成数的时候 我就这个房子摆在那边 我就是天天在赔钱 但是银行可不会管你这个 你的收入有没有减少了 或是房价有没有跌下来 它每个月你要付给银行的钱 还是都是一样的 那过去都会认为说 一二三线城市 就是依照城市规模的划分 好像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它的房价就会是比较坚挺的 可是最近上海这次跌的幅度 却是各个城市最高 这是这一次六月份 他们这个房价下跌 备受关注的重点 没错 那么接下来的话 再带大家来看一下 那就是大陆的房地产市场 持续的疲软 那么现在的话 大陆民众是否觉得 好像对自己的房子 这个叠价信心不太足够呢 来看看下面这一则报道 好消息 河南郑州刚买五年的房子 免费送给你 大陆这名男子 在微博上公开送房 唯一条件只有收里的人 要缴完剩下的90万人民币贷款 没想到罚人问津 原来有人一查 按当地二手房价 现在那栋房子 已经连90万都不到 最新数据更显示 大陆房价惨的不只有郑州 六月份七市城房价昨天出炉 六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 有31成 这数字较上个月减少了15成 根据大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平均算下来 六月大陆新房价格 比去年同期跌了0.4% 也比五月下跌0.1% 二手房的行情更惨 三月还有57座城市房价上涨 到六月还能涨的 只剩7座城市 二手房方面 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 一二三线城市的价格 均有所下降 上涨的城市都不到七成 比上个月有所减少 除了房价之外 大陆最近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 也都不理想 六月份出口下跌12.4% 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跌了5.4% 为了促进生产 河南商丘想出了企业宁静日 简单的说 就是每个月1到20号 执法机关不会到各企业视察 挑毛病 当地官方说法 企业宁静日 是为了优化营商环境 但也有人担心 面对能源等高风险产业 每个月有20天没人管 恐怕会升高风险 TV新闻 张志明 庄志伟 综合报道 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为了要这个威慈大陆 跟抵消其飞弹的主场优势 美国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呢 他日前就宣布了 要提出了2023年的火环带法 要求了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战略呢 以便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打造一个抗中版的火环带 那么首先的话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内环的话呢 是日本跟菲律宾 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中进程飞弹 中环的话呢 是1000到3000公里 部署的中程飞弹系统 外环的话呢 是3000到5000公里处 部署了长程飞弹系统 那么美国的大陆问题委员会的主席 还有美国的国会参议员 他们都纷纷说了 这是用来强化对大陆的威慈力 以及对抗解放军的火箭军 以及呢 合作盟友用来包围大陆 还有缩减美中的飞弹差距 来跟志伟请教一下 对 这个火环带 其实它是原本是一个自然的名称 是关于海底火山 形成的这个板块的一个说法 那这一次为什么把它引用来做 用飞弹威慈中国大陆呢 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间 其实美国因为它跟俄罗斯 签了有中程飞弹的一个线武的条约 所以美国对于中程飞弹这块 是发展是停滞的 反而是中国大陆在过去二三十年里面 它不断的高速发展各种近程中程远程的弹套飞弹 巡异飞弹 甚至所谓高超音速飞弹等等 所以它的武器库不断的快速上升 现在美国的议员他就认为说 其实应该是要联合包括澳洲还有日本 这些他们在太平洋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相关的盟友 一起来发展各式各样的近程远程中程的飞弹 来应对中国的威胁 等于是打群架的概念 大家一起同时发展会比较快 因为这个数字如果反过来看的话 也就是中国大陆的近程飞弹 当然就是威胁台湾 稍微中程的飞弹就可以威胁到关岛 甚至远程超过三到五千公里 可以威胁到澳洲或是上万公里的 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的飞弹也是所在多有 所以现在他们需要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应对中国威胁 没错 那么现在的话 美中他们现在还针对了气候问题来进行会谈 地点就在北京 来看一下谢政华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的特使克里 我们翻译成是凯瑞来举行会谈 然后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根据官方的通报来表示的话 其实美中这两国的气候特使 他们在美国在北京会把重点包括了减少甲烷的排放 还有限制了煤炭的使用 遏制了森林砍伐 跟帮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 志伟外界怎么看这一场的会谈呢 凯瑞是在16号傍晚的时候搭机抵达北京 17号一早就跟谢政华开始会议 那么这次事实上为什么会受到重视 是因为气候这个议题 可以说是美国跟中国在各方面全面的竞争之中 少数可以达成合作的项目 当然他们希望是应对现在的气候的威胁 包括今年可以看到是各地都是破纪录的高温 但是真的在会谈之后就能够应对这个气候问题吗 恐怕也是很难 就包括说共和党的议员就骂说凯瑞这次是搭着私人飞机 高碳排放的私人飞机从飞过美国来跟一个政治对手谈气候问题 他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原本他也是说2030年达到碳达峰 2060年要达到碳中和 也就是他要完全不再排碳 但是在最近一两年 原本他们高度依赖的水利发电 又遇到了长江的流域的长期的干旱 包括从去年前年都出现了缺电的危机 他们的副总理现在还特别去要求 今年绝对不能再拉闸限电 因为现在同时限电又会造成他的经济的环境更加恶化 所以那怎么办 没有水利发电的话 那最终还是可能要烧煤 所以这个减碳的目标并不见得那么容易达成 没错 而且的话CNN他们就分析了 现在的话美国气候特使凯瑞 他除非是获得了习近平的接见 才能够代表大陆愿意在气候的问题上面来进行合作 否则的话 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污染国 在气候合作上面恐怕难有突破 来看看下面这一则报道 北京黑头车迎接的是美国气候特使凯瑞 16号起凯瑞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 行前他提到将和大陆官方重点讨论减少甲烷排放 和煤炭使用的问题 17号上午凯瑞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震华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谈 他也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叶伦之后 近期第三位访问大陆的美国高级官员 美中气候谈判因为2022年佩洛西访台停滞 如今再次重启 不少环保学者认为 气候变化已经是全球危机 中美应该放下政治分歧寻求合作 美中能不能好好谈外媒多持悲观态度 路透报道美中因为贸易冲突 间谍指控等问题持续对峙 凯瑞这趟访问 恐怕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CNN则分析 除非凯瑞获得习近平接见 才代表大陆愿意在气候问题合作 另一方面 中国大陆想要减碳也有难度 凯瑞访问大陆期间 刚好全球遭遇空前热浪 大陆水利发电大省四川用电吃紧 东部制造重镇浙江 近期用电也创新高 但今年是大陆经济复苏关键年 确保电力稳定被视为重中之重 大陆副总理丁薛祥 15号到电力公司考察才强调 必须全力保障稳供电 杜绝重演过去两年夏季 拉闸限电的情况发生 TVBS新闻红富华林明珍 综合不斗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